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17日 今天呢 在我看来 海外媒体发的最大的新闻 最好的新闻 也就是温家宝撰文 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 给大家看看啊 这是发表在 据说发表在联合早报 这是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不光联合早报 据他讲好像在澳门 一个媒体上也连载啊 也就是这个温家宝的母亲啊 这个2020年12月过世了 他母亲叫杨志云 温家宝就写了这篇文章 我的母亲回顾自己母亲的一生 这篇文章当中介绍 说是这篇文章 发表在3月25号至4月15号 连载在澳门导报 他为什么没有发在国内的媒体上 是不是人家不给刊登 也可能是不是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为什么他用这样一个题目 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 那就等于说中国现在不是一个公平正义的国家 对不对 才这样讲应该 那这批评谁 教训谁 那不就习近平吗 对不对 这才是最大的看点 这个毫无疑问啊 不必重复这个文章里的内容 以前其实他已经多次谈过 有些媒体也都报道过 关于他的正面 他的反面 他的好的 他的不好的 本人这个也观察 温家宝许多年啊 看了很多有关他的文章 书籍啊 正反两方面都看过 其实还有一些体验呢 这个本人认为啊 在中国共产党内 建政以来啊 温家宝是这个仅次于胡耀邦的吧 在党内算是一个比较有良知有良心的这个高级官员啊 当到了国务业内总理啊 这也是按照他的话讲啊 没什么背景 也是没想到的 命运使然 那就是因为 他当年和这个胡耀邦两个 胡锦涛两个 在甘肃那时候关系比较铁吧 这个胡锦涛一路攀升上来了 像这个 这个小媳妇 终于熬成坡了 寻规倒居 站前顾后 谨慎 这个小心的啊 找这么一个助手 那就是温家宝 那么他们两个人应该讲在中共党内啊 我观察 合作的是比较好的 确实从法治内心来讲 他们 呃 两个人 比较合拍啊 不像这个习近平和 李克强两 从一上了两个人就开始 明争暗斗 有的时候甚至都公开化了啊 台面化了 这个 我应该讲温家宝这个人 在危难严峻的局面来临之前 那瞬间迸发出来的勇气 胆识 和这个人格的魅力 那个不是装出来的 装装不出来 你装也骗不了我老江 呃 你看这个就是温泉地震2008年啊 这个是非常 这个游牧共睹的了 这个成了绝想了 你看他在那个最危险的时刻 当时啊 就网上都有很多的消息 我都不去重复了 当时那个部队 这个不听这个温家宝的 郭伯雄 许才厚那些人不好调动的 因为当时他你想要都听江泽民的 他都是江派的 是吧 呃 温家宝的性格又比较 温和又比较弱 比较弱势 虽然总理也有点弱势 这个还得靠这个 就胡锦涛啊 赶到就温存 那个部队才能指挥动 但是他能第一时间 你想不顾个人安慰 冲在最前面 呃 在他之后已经没有了 你看那个天津大爆炸 是不是 刘延东是最早去的 刘延东去就已经去完了 当时他还是国务院副总理 是女流啊 这个习近平也没有去 李克强也没有去 为什么不去 怕死吧 对不对 胆气 自私 诺弱 这个是不要回避 也再这么回避没有 有人都不敢讲 是吧 我在墙外无所谓了 是吧 也回不去了 我要讲的什么 就是说这个三草驴变骂子 一代不如一代 你想如果这个 你在拿新型冠状病毒 就是了 就是一个个别的传染病啊 假如不是这个从实验室里精心制造的话 那就是一个普通传染病 如果及时的治理 隔离宣传 配合他上 有信心 几天就治理了 因为17年前有教训 萨斯 是吧 那时候是胡文治理的 他也是专制 专制极权统治 但人家当时很谦虚 有敬畏之心 也没有 刚开始也压制言论 我那时候 这个坐牢 但是我看了 我那时候可以收听广播 我也知道一些消息 也是外媒先报道 但是后来人家采取了措施 表现的态度 基本上还是比较 这个 这个面对现实 比较认真 比较 比较这个 这个和善 承认工作等事务 你承认事务 国际社会就谅解了 对不对 就很简单的事 但是你看习近平 怎么治理这个新冠 和这个 上一次天津大爆炸一样 两个人都没有第一时间去 现实人中南山去 派专家去 了解情况了 然后不承认人传人 成立防疫学的小组的时候 又把这个组长也不要了 这习近平表现 人们都看得清清楚楚 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只是我讲 别人不讲就是了 别人不敢讲 或者不好意思讲 人人都看到了 在这个危险来临那时候 他那一瞬间 表现出了这点 自私懦弱和虚伪 这个谁都看得很清楚 一直坚持到现在 不承认和中国有关系 是什么 是生产链 是什么链 是什么链串起来的 这个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美国现在越来越趋向于同意 颜严厉梦的这个说法 你不管是无意泄露的 还是有意定点搞的 这个都是一种犯罪 由于已经蔓延了全世界 这个霍露的全世界 人类病毒共同体大行其道 但是却大烟不惨 整天在那自我吹嘘 越吹嘘 越和国际社会走向了对立 把14亿中国人民都绑架进来了 就是将面临着大的灾难 你看这几天 日本和这个拜登两个见面 谈的什么内容 是不是 不用讲了 这个是回避不了的 不要以为会像50年代 我爸爸活着那个年代的 到时候拿中国老百姓的生命 当挡箭牌 你挡不了的 因为这个集里的社会矛盾 太多太多了 假如这个新冠 如果是在胡温那个时代 温家宝 我相信不会是这个结局 就完全是由习近平在春节前后 好大喜功 刚愎自用 误判 就要搞出这个东西来 当然了 按照严厉梦讲那个 那个报告 那就更可怕了 说那是另当一个议题 我要讲了什么 就假定我们从善良的角度来讲 是这个当时是人为自己 治理下是最好的形式 不能把这个坏事告诉老百姓 所以就把这个李文亮 这个原本是崔少人的哨声 善良的哨声 就很多的哨声 当成一种犯罪行为 进行训诫 到现在不承认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给这个中国带进了大的灾难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果 全部毁于一旦 现在和美国国际社会形成了一种什么呢 剑拔弄张 随时这个这个发生热战 这个危险情况 所以本人认为啊 就温家宝之所以 他在这个时候发表这些文章 可不是随便发表的 我认为他是还是比较威腕的在讲 就没有公平没有正义啊 导致这个问题啊 你想现在搞成这个样子 你就是开战的话 你站在这个正义的道德这个高点上 根本没有 是不是啊 就不要欺骗这个老百姓啊 所以我看这个就是我感到啊 他这篇文章当中讲的就是说 有一些东西是对的 有一些东西是敷衍 有一些东西也未必是真实的 你比如说讲到他回避了他母亲这个事情 对不对 纽约时报都批评这个温家宝 他家里人曾经发过一个声明 五点声明 最后又不了了之啊 这说明还是不应期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就假定他有这个腐败问题啊 那就是普遍的 因为中央政务局 特别是常委到现在为之 没有公布财产 没有这个啊 把他当成一种制度 带头公布财产 就说明什么呢 中央政务局的腐败分子是占大多数 否则的话不会 今天这个程度啊 走到今天这地步啊 还不公布财产 来带头啊 假如习近平第一个带头 和李克强两公布啊 那么你31个手势自治区啊 都会跟上去 不会是今天这个局面 所以习近平是不但没有啊 就是领导中国这个国家往前走 而且倒退到文革啊 现在完全是毛泽东 文革的升级版 2.0啊 这个靠党内的这个权力斗争啊 以反腐为免疫打击政敌啊 争取自己终身制 要做毛泽东 要做这个新的帝王啊 在那党外呢 就是包装虚构黑社会 债假老百姓啊 靠这个监狱和警察来治理这个国家 在国际上是四处树敌啊 这个背离这个民主自由的朴实 是价值啊 这个鼓动这两个大的国家啊 就火车怼撞 现在正在走在这个路上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就不是我个人的观点 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啊 凡是有知之事都看到了 中华民族 很快就到了最危险的 就关头了 这个但是习近平不是这样认为啊 习近平要超过毛泽东 邓小兵 还有武统台湾 还要中华民族的振兴 还是东升西降啊 又是什么平视世界 平视什么世界 是不是啊 搞成今天这个帝国四面楚歌 人人正午 人人恨呢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我看到温家宝这个文章 我觉得就是他是有所指的 但他也没有办法 权力已经没有了 对不对 即使他在位 你想他和胡锦涛这个背景 根本没有办法和这个习近平 他这个目前这种状况啊 权力达到这个这个 这种极端的成果相比啊 所以说我看到这个 我是非常的这个 这个感慨啊 这是一个悲哀 真的 因为什么 你想他这个当时 胡锦涛和温家宝帮助这个习近平 打掉了这个薄熙来啊 这个那时候 这个温家宝讲得非常清楚啊 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啊 这个以前的经济成果将将失去啊 就不幸而言中了 他当时就讲 薄熙来事件 实际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二次文革 在一个重庆地区性的蔓延 但是他这个习近平上来以后 他不清算这个 不平反冤雅错案 把中国往前推走啊 推着走 他恰恰把这个薄熙来这套东西啊 升华 发扬光大 变成了蔓延全世界的 全国的文革 二次文革啊 现在这个 他抓这些人包装这个黑社会 他自己承认啊 现在这个官媒承认啊 两三年抓的人 是前十年的总和文革 靠抓人杀人能治理国家吗 只能给中国带成 带到这个 这个深渊当中啊 万劫不复的深渊当中啊 所以我看了这个 我就是真作为一个 这个中国人呢 作为一个坐过牢 文字狱的中国人 我感到这是悲哀啊 真是没想到 就是说他本身就是这个 习近平本身是 文字狱的受害者的后代啊 你想他爸爸吃了多少苦 十八年 这个 他不学习他爸爸 学习康生 因为自私嘛 胆气 懦弱啊 只想他个人 只想他圈子这些这些事情 所以就用文化大革命这套东西啊 来包装这个 这整个的社会啊 以立自己的统治啊 一路走到黑啊 所以我认为这个文家宝在 生命的最后一刻啊 你不管怎么样 还敢发表那么一篇小文章 还能把标题 说成是应该是一个 我看倒不错啊 另外他在这个文章当中讲了一个故事 就是他在这个英国演讲的时候啊 有一个人就说 像他这个扔了鞋子啊 这个事啊 我认为啊 也就是2009年2月2号啊 在英国访问期间啊 在剑桥大学 那个人给他扔了鞋子 他的这个反思 他的悟性 我认为不够 人家扔这个鞋子 不仅是针对他的 是针对共产党的 极权统治的 共产党的鞋子 他仅仅在把这个事当着 他扔的针对他个人 他想不通 是不是啊 因为他在党内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人 还能发表一篇文章 回忆回忆胡耀邦 是吧 我记得那时候 就发表那个期间正好是 胡耀邦 胡锦涛外访 发完以后 胡锦涛马上回来了 当时的情 那个形势比较危急啊 这个 这是很令人遗憾的 就即使是温家宝 由于体制的局限 和现在舆论环境的控制 他已经讲到这个程度了啊 讲到这个程度 我就感到就是 心里就还得到一点 一丝温暖了 所以这我觉得温家宝 这个确实是 在中共党内算有点勇气 这个尤其在现在这个 你想这个 极左思潮泛滥成在的 这个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文字域的一个社会当中 还能发这么一篇文章啊 文章当中还有那么几句人话 让人看着心里感到还有一丝 这个 这个危机的这样的感觉啊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这个单元习近平看了这篇文章 有点悟性啊 反正是该来的很快就会来了 他会知道 不是我恐吓大家 在这阴谋论啊 现在这个形势 就他走到今天的地步 习近平将带领中国人民 将把中国人民 带进去一个 这个从未有过的灾难的时代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狂大网语的收看 谢谢再见